我现在是一个完全素颜的状态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脸上有一些痘印,然后毛孔,有毛孔,还有眼圈 那我们先来上一个防晒吧,防晒我用的是这一个,Alta MD的这款,SPF45的防晒 我觉得吧,这款防晒,对于我,我是下混油冬混干,对于我来言,我觉得我用着不会油 然后呢,我冬天的话,因为我混干嘛,所以就是还有一些润润的感觉 我觉得可以完全可以当一个妆前来用,然后就是又防晒又妆前 然后它防晒指数也挺高的,所以我还蛮喜欢的 这款你快要用空了,还剩一点点 今天准备化一个偏红色系的妆吧,就不是圣诞快到了 现在差不多了,遮黑眼圈 用的是FIT ME的这一个,FIT ME这个10号色,就是有点偏橘 比我肤色暗一点点吧,然后用来遮黑眼圈特别好 然后这些,然后就是一些痘印的地方给它遮一遮 大家试制,可以吗?期间都特别容易长痘 因为我觉得遮瑕吧,最好还是用鼻子 鼻子稍微深一点的色号来遮 才能遮得住,太白的话反而会遮不住 反而会更加暴露你的瑕色 然后用打湿的海绵蛋,把它拍开 色衣的七七八八了,然后再后来上粉底液 粉底液就是MAC的这一块 对焦,对焦呀 然后我的色号是NC10 我看就是他们微博上推的都是什么NC18啊 NC20之类的 我用了一下 我去靠柜设一下 我觉得有一点黄不是很match我 所以我就去选了一个NC10 好像不是一个很火的色号 然后大概去多 它这个有个不好就是它是广口屏 就不是很容易倒出来特别反人人类的设计 这个就是特别不方便 现在把我保到上一层 然后用黑面灯给它拍开 差不多包包一层是这样 我今天不想就是粉底液打太厚 我觉得这个粉底液还是挺好 对于一个冬天混干的人来说还挺好用 然后夏天混油我还没有试过 因为这是我刚买的 嗯 所以说 我觉得还可以 就是有一丝丝奶油肌的感觉 并不是完全负面那种 然后来定一下妆 定妆用的是 季凡希的这个四宫格三分 如果就是你不想要你的 因为它这个粉底液是奶油肌的妆像 如果你不想太雾面的话 要保留它那个奶油肌的感觉的话 嗯 我觉得可以就是指定T去就可以 OK 接下来我们来画腮红 腮红呢 想用这种红棕色 就是一个Wed&Wild 它的这个三二八笔 是一个很红棕的红棕橘的颜色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而且它的粉质真的不像一个开架的粉质 就粉质超好 大家看一下 是这个颜色的 就很日杂感觉 可以吧 今天就要用这个颜色超好看 但是呢它们家这个腮红特别显色 就是你只能轻轻地拍两下 不然就是非常非常非常容易放屁股 就有一种微醺的感觉 然后今天再来一点 哇它真的好显色呀 就只是轻轻地铺了两下就 超显色 是不是有那种红扑扑的感觉 妈呀 要是觉得有点红的话可以就是 像你刚刚那个粉底液 那个沾粉底液的这个蛋蛋 给它压一压 应该就好了 这个好很多了 CAMEC的这个眉粉 哎呀 它的小刷子掉水 CAMEC的这个眉粉 我觉得拿它的最浅色和混合第二个颜色打饼 特别自然 就完全不会中手 完全适合新手 然后 不要就是直接从眉头这样一倒下来 从你的眼窝这边有一个凹进去的地方 然后慢慢往下打 然后鼻子这边打一个像个V一样的一个造型 然后呢 如果你觉得你鼻翼特别大的话呢 一定要把鼻翼这边也打上 然后再把带到你的眼眶 这样就会有立体感 你看这边一边是打了 这边没有打 但是有可能是光的原因 就是因为光从这边过来 就保持我这边特别立体 然后我们现在上另外一边 天呐 今天这个天真的好阴啊 好了 里面打好了 我倒了一个新盘子 是colourpop的这一个 You had me at all 然后就很漂亮很漂亮 超级好看 超级好看有没有 是不是超好看 对它里面是带一面镜子的 所以就是还挺实用 然后它的颜色呢 是属于那种粉棕色系吧 粉紫棕色系 那今天就 先拿这个颜色来打个底吧 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下来打个底 一个粉藕紫色 好了 然后呢 这边另外一只眼镜也打上底 我觉得这盘粉质还挺好 其实我买colorpop家东西买的还挺多的 就它们家的那个珠光的粉质做的特别好 大家都知道 然后我没想到 就这盘里亚光粉质也做的挺软弱的 好 下面抵达好了 然后呢 再用一个 再用一个这个棕色吧 这个棕色 试一把 画一把小一点的刷子 在圆尾画一个三角吧 然后这个鱼粉再到眼下 下颜尾 然后 是不是有点不是很重吗 不是很重 再加深一点 然后往前映着 然后往前映着 为什么我化妆的时候表情都这么猙獰了 下颜尾 下颜尾 然后再到下眼睛 而且它粉质真的还蛮好的 然后当时好像是官网打折的时候 然后又正好免油 然后我入的好像才十刀吧 选一个亮片色 要选一个 这个 现在很火的一个人鱼姬色吧 好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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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呢 好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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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所应该是 最终所应该是 剥一下眉头 没有毛的地方 还有就是眉尾 我一般 我一般就是 填充一下 然后延长一下眉尾 就完了 然后拿刷嘴 刷刷 这边的眉头是会细一点 我会把它往上 提一下 往上画一点 这边的眉头 不要我填充得叫后保 再拉出去 然后再刷一下眉头 让它自然一点 基本上 我的眉毛就是怎么画的 我曾经想过把它染起 我真的不知道 就是眉毛很重的人 是怎么画眉毛的 我就一直很困惑 如果大家知道 也可以告诉我 然后今天想用一个 比较大红色一点的 唇釉吧 这一个是 Fenty Beauty Rihanna女士 出的唇釉 是不是很浮夸 很符合她 叫什么来着 Uncensored uncensored 能看见吗 看不见 好吧 它这个刷头就特别可爱 超级小 然后扁扁的圆圆的 然后这个只能 头一点点这样 快速的把它给抿开 是不是一下就超红 然后 拿手指把它晕开 它干了之后 就超级难晕开 这个正宫红 我感觉日常的话 就是只能薄涂 会比较好 但是如果你有什么 呃 场合 就是需要那种 很红很红的口红 就是厚涂它肯定很有气场 好啦 差不多就是这样啊 这个一个get it with me 就差不多完成了 是不是好看 哦 忘了刷睫毛 天哪 我在想什么 这个是 Muji的 呃 睫毛夹 我觉得还挺好用 就是夹的就很翘了 还挺持久的 但说实话 平时就是只有 夹过睫毛 不怎么用 睫毛膏 大家如果想夹得翘的话 就一定要 多夹几次 嗯 都固定住了 再来这样 分三次这样 整理一下呗 啊 睫毛不好意思 看是不是在这边 就翘很多 这边是夹过的 这边是没有夹过的 翘很多吧 然后把另外一点夹了 一定要多夹几次 就是你第一下是夹在最靠近睫毛根部的那一下 然后下每次要夹在睫毛的就是二分之一处再夹一下 这样 这边是超级 巧 是 Mac的睫毛膏的一个小样 我感觉还挺好的 我用过几次就还挺好的 但是就是有一个问题 它就是会 有点晕 就是大概四个小之后吧 这个睫毛膏就会开始晕了 就像熊猫一样 所以说 不知道有什么睫毛膏会太晕的 可以推荐给我 好 这个应该是一个纤长睫毛膏吧 因为我的睫毛就属于 不是很浓密 但是还算比较长那种 所以我就很想要把我的睫毛变浓密一点 哇 再来看 这边是 这边是刷过的 这边是没有刷过的 是不是还对鼻子明显 今天就 不想画眼线了 其实你要是把睫毛画好之后 其实也能起到 和眼线差不多的一个效果 当然画的眼线还是更精致一点 就是我的意思 如果你懒得 画眼线的话 可以 刷刷睫毛 我 刷睫毛真的是少了可怜 好啦 那我现在吃一个妆就差不多画好啦 好啦 好啦 那我现在吃一个妆就差不多画好啦